北京时间3月5日,UFC将打响最新一战 此次比赛堪称众星云集头条主赛是好小子盖恩 与骨头琼斯的重量级120公斤对决 琼斯曾经称霸UFC轻重量级93公斤多年 被视为MMA天才 后来琼斯因要减生活作风等问题,逐渐淡出擂台 如今,扩别多年的琼斯重返UFC 并在新的量级作战,不少粉丝非常期待他的表现 此外,子弹舌斧秦柯也将打响女子银量级57公斤冠军位免战 对阵正处于四连胜的格拉索 次中量级77公斤不败猛将沙夫卡特将对阵杰夫尼尔 冲击更高的排名 除了上述的几场焦点大战外 还有一场对决备受中国无粉的期待 那便是一拳超人宋克南与爱尔兰拳手伊恩家里的对决 宋克南1990年出生 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MMA之路 并在各大赛场上表现不俗 2017年,宋克南首秀UFC 并用时15秒边KO了美国拳手鲍比那时 让人惊叹 在其后的五场比赛中 宋克南取得了三胜两负的战绩 近年来,宋克南一直没有参加比赛 他的上一场对决还要追溯到2021年3月 那场战斗中,宋克南不敌美国拳手格里分 遭KO 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 宋克南依旧保持着刻苦的训练 他也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训练动态 为了拿下此次比赛的胜利 宋克南也去往美国进行备战 他训练的拳管也是宋亚东所在的阿尔法男团 阿尔法男团是由美国MMA名将菲波创立 严小南、吕凯等中国名将也在这里训练 在宋克南最近发布的一则视频中 宋亚东前来帮他备战 并担任体能教练 目前宋克南到达了比赛所在地 大战一触即发 宋克南、佐、于飞波、又宋克南此次的对手 伊恩·加里是UFC星星 他因崇拜嘴炮而走上了职业MMA之路 2021年6月 加里签约UFC 并且取得了三连胜 目前加里的职业战绩为实战全胜 5TKOE降服 终结能力不俗 加里在UFC首秀后 也表示自己会成为嘴炮的接班人 在外国粉丝赛前对比赛结果的投票中 数据显示产生了悬殊的结果 在MMA网站Topology发起的投票中 有96%的人认为加里会胜出 并且多数人认为会以TKO的方式结束 只有4%的人认为宋克南能拿下比赛 外国网站发起的投票不过 在擂台上一切皆有可能 宋克南拥有着不俗的终结能力 如若让他找到机会 也有可能上演一场KO好戏 宋克南也在赛前采访中表示 自己和UFC还有两场比赛合同 这场和加里的对决 也是自己的合同保卫战 期待宋克南此战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成功拿下胜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